國內部分場所在十三號微解封後 沒想到當天晚上就傳出有十四名的旅客 在屏東的牡丹一家飯店內 回歸吃火鍋喝酒 現在更傳出群聚的人當中 竟然有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的執行長 陳振文引發爭議 對此陳振文本人表示 當天確實有入住 但沒有參加火鍋的餐會 而稍早陳振文則發出聲明表示 辭去的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的執行長 職務 餐桌上擺著瓦斯爐跟食材 一群人或坐或站的拿著酒杯在聊天 屏東牡丹的牡丹灣Villa飯店 之前被民眾檢舉 十三號微解封當晚 有十四名旅客群聚吃火鍋喝酒 現在更傳出當中有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 執行長陳振文 行政院跟陳振文十八號出面說明 事件發生後飯店業者出面道歉 表示員工處理不夠周延 屏東縣政府接到檢舉後十五號 也派人到飯店積查 並將業者違規部分 以請衛生局開罰 至於陳振文是否有一起吃火鍋 縣府表示還在行政調查中 飯店業者也表示 陳振文當晚並不在餐廳內 而當天住宿及餐廳用餐旅客的名單 已經交給屏東縣政府 等待調查釐清 記者陳煥與徐振駿 屏東報導 寶寶 寶寶